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国人也不敢欺负中国了 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关系 但是是不是这个情况是真的呢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如果1949年之前中国不是走向了共产主义 而是走上了三民主义这样的道路 中国又会是如何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949年之前 从上一世纪的前50年 中国的政治发展有没有不同的道路的可能性 明老师今天我们请了明老师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些假设性的问题 那么石板一起参加讨论 那明老师你怎么看中国在上一世纪的前50年 有没有可能走一个不同的道路 那如果不是走共产主义 而是走了三民主义的道路 可能会是怎么样 对今天讲这事情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我们在政治学研究上 我们常讲说有不同的研究方法 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方法 叫做Counterfactual Analysis 翻译从中文叫做违背事实的分析法 也就是说当初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那事情会怎么样 其实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注册 跟日本有关系 就是如果当年日本没有偷袭珍珠港 估计政治会是有什么样子 人家做了很多推演非常有趣 我也很受启发 所以今天这个思路也是这样来的 就是因为共产党讲说 这么多年来就是共产党救了中国 共产主义救了中国 然后中国人选了共产党 选了共产主义 选了道路 所以习近平讲说我们的四个自信 其中重要的自信就是道路自信 或者制度自信或理论自信 讲的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党 可是我们看到共产党在很多国家都失败了 在中国大陆今天的成功 是宣传上大于事实 我们也都论证过很多次了 但是我们到回头想想说 就是问你的问题 如果1949年不管谁打赢打输 如果当时走的不是共产党主义 当时走的是三民主义 那会是什么样子 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要自嗨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思路 摆脱现在事实对我们的羁绊 然后我们拓宽思路想想看 是不是当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而这选择会不会比今天更好 我们常常讲从历史里面学教训 这是学历史教训另外一种办法 那要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一个出发点就是 可以拿台湾今天的成就当作出发点做比较 台湾今天的成就我们说不错 但是当然我们自己很不满意 从哪边可以看到不满意呢 每天晚上八点钟以后 你打开那些电视台 每一台都不满意 蓝的不满意绿的 绿的不满意蓝的 大家都不满意 但是有多少国家能走到我们今天这一步 其实非常少 全世界200个国家能走到台湾今天 这种成就的大概不到30个国家 所以其实比上不足比较有余 但是我想这样子吧 以台湾今天成就当作最低的出发点 我们来设想一下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 大概可以这样吧 我们可以从经济 社会 政治 文化各方面来看吧 可以有几个角度 对 我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在讨论三民主义 就中国这个可能性角度之前 我实际上自己这两天有在考虑 这个上一世纪前50年 中国当时为什么走了这么一条共产主义的道路 因为实际上最 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一世纪前50年 是有重大责任的 就是原来一开始曾经清朝政府想要搞限制改革 想要搞君主力限制 但是革命党人反对君主力限制 后来中华民国经过辛亥革命成立以后 这个宋教人曾经改革国民党 进入议会斗争 但是没有多久 这个孙中山就搞二次革命 就搞这个 当然反对北洋政府 反对袁世凯 那再后来当然就是搞北洋战争 这也是一种暴力运动 那再这后来就是国共内战 就是实际上上一世纪的前这个50年 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相信以革命手段 以暴力手段来解决路线分歧 但是这个暴力手段的这个普遍接受的结果 大家认为我路线分歧一定要通过暴力来解决 才能够解决我这个路线道路的分歧 就使得最后是最主张暴力 暴力最强的共产党获得了胜利 石板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宿命吗 怎么说我是这么想 就是说其实在中国清王朝到最后 被八国联军在国际社会被欺负在国际社会上 已经完全不管是在哪个方向 已经证明这条路走不下去的时候 中国出现了好几种救亡的思想 这个包括洋务运动 包括这个无需变法的康有为 梁启超他们的君主立宪 包括哪怕太平天国的那种 就是宗教型的一种方式 包括义和团的扶清灭扬 其实各种思想都尝试过 然后都失败了 然后等于说孙文他这个三民主义 跳出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他是一种抵抗思想和探索的一种 结合在一起的 其实我自己个人认为 他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东西 他里面很多 比如说他这个民族主义的话 更多的是对一民族的有一种排斥的 里面 当然后面说的很好听 但是一开始驱除达鲁 包括跟列强的抗争 有一种这种民族主义这种东西在里边 包括他后来的民生 这个平均地权 其实当然有各种各样解释 其实他也有剥夺个人私有财产的一个嫌疑 在对资产阶级概念也不是很成熟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但是说 那个时候 他的辛亥革命成功了 作为中国的 大家可以接受的 从中国从封建社会 过渡到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其中 孙中山烈士一套 就是说 不是三权而是五权 把中国御史台大夫变成监察院等等 把中国的一些传统还保留下来 作为一个过渡的一个方式 这个时候 就是说运气非常不好 这共产主义 随着这个苏联的十月革命 也进入了中国 进入中国之后 其实呢 我觉得 多少次 这个三民主义是有机会把共产主义干掉的 就是说 多少次 比如蒋介石在苏区剿匪的时候 他在真的下点力气 那个共产 红军长征的时候 他不要在那里 假到去 借机去瓜分各路军阀的势力 而是真正好好去消灭一下 或者是后来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 等等的 我估计 共产主义在中国也没有 也不会成功的 因为很明显 日本就是 往旁边 日本也是 一九 马上跟共产党差不多 中国共产党 同时 日本共产党也成立了 他们也搞运动 但是根本就是说 就完全被扼杀掉了 然后后来等于说 日本的二战之后 走入议会道路 日本共产党做一个比较左翼的一个小的政党 也在日本的战后的民主主义 议会政治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那么如果说当时没有这种各种机缘巧合 那么三民主义很可能就 其实就把共产党当时扼杀掉了 或者是收编掉 像日本一样变成一个左翼的小政党 收编在议会政治之中的话 那么中国就可能走上一个跟台湾类似的道路了 但是说台湾 我认为台湾的三民主义 就是包括蒋经国为止 蒋经国之后 后来台湾的民主化之后 这个三民主义就慢慢慢慢过渡到了西方的民主社会了 那么我想中国也可能就是 如果说在这个怎么说呢 中国全土蒋介石继续执政的话 那么我想可能也是在七八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的话 中国也过渡了民主化的话 那么中国将会少付出很多很多的悲剧和社会成本 那么中国现在一定会是一个比较富强的 比较民主的一个国家 对 明老师我自己读三民主义 特别是孙中山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那前后他做了一系列的演讲 阐述他的三民主义思想 他对于相对于 1920年代中国的整个社会的程度来说 他的思想是相当先进 也很完善 但是是不是当时中国的社会 适合于一般老百姓理解他的想法 某种意义上孙中山有点可惜 因为他死得太早了 孙中山是一个非常强的演说家 很善于演说他的思想 蒋介石就不行 蒋介石 蒋介石 蒋介石是一个比较差的演说家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像你刚才讲的 我们再继续谈你的这个假设性的问题 如果这个当时是三民主义 在中国取得了成功的话 那中国社会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 从社会财富分配 这些社会关系的角度 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你认为 我们先谈经济好不好 谈经济前 我先回应刚才那个示范说的 对中国经过了这个维新变化什么等等 我们在学术上这样看 当一个文明受到外来强势文明挑战的时候 你有回应的 那这回应通常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轻微的改变 我们把它叫做改良主义 在中国的代表 就是1861年的自强运动 也就是不动根本 只动之为末节 对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 就哪边不行我就改哪边 就最后改变改军队 也不是改军队全部 改军队的武器 思维没有改变 这是改变武器 最低的是七五层的改变 改良呢 其实最多最多 也不过就是考试办法改变 但是效果并不大 这是改良 第二是户需变法到改革 改革动到什么呢 动到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起来抵抗的 所以改革不成功 改良改革不成功 但中国不断地下坠的时候 大家要想不去救他 就出现了革命 革命是不得已的手段 孙中山也一再一再讲 孙中山说革命是一个猛药 最好不要用什么的 所以你说出现暴力呢 倒不是喜欢暴力 而是当改良改革不成功 走到最后呢 武力自然会出现 这是第一个 西欧跟北美的经验比较好 西欧北美因为 这个变化就从他那边开始 所以他们同文同种 所以很快传播出去 基本上没有经过战争 哪些国家经过战争 压迫而走上这条道路 除了说这些国家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中国之外 其实是亚非拉三州 大概150到200个国家民族 碰到这个问题 但其实呢 中欧跟东欧也碰到 所以我们看到 西欧跟北欧是比较快 比较平和的国度 而东欧跟中欧呢 大部分只有走上共产主义 那是个很大话题 我就不说了 在胡云十百 第二点就是这个 当时走军政的有点不得已 因为军阀割换句话说 他真的必须重新统一 因为革命并没有把中国统一起来 革命只是把中央政权打掉了 但地方变成说各自为政 所以我要重新统一 但地方上都勇兵自重的时候 我只好再重新打仗 所以这是军政 军政完之后就总要训政 训政时间其实不够长 如果不是日本侵略的话 训政时间再拉长 中国走向会不一样 然后最后才走宪政 那现在就回到刚刚你问的问题 从如果真的是1950年以后 中国真的走上了三民主义道的话 我先说经济的部分 如果照我刚刚所说的 以台湾的成绝为起点 而不是终点的话 大概这样子 台湾今天国民所得 大概是两万五千美元左右 那两千三百多万人 大家设想一下 如果是中国14亿人 国民平均所得两万五千美元 那这个国家的经济有多强大 我初算过一下 大概是美国的1.8到1.9倍 大概是美国的两倍 换句话说 如果大家国民所得 14亿人都是两万五千美元 那么中国的整个经济体 是美国两倍大 毫无疑问世界第一经济体 第一强国 对那社会呢 整个社会的关系 社会大概会是这样的 你们在里面住了比较长久 你们大概有些更强体会 第一个是社会财富的分配 相对会公平 台湾现在是比较差 大概在差不多1990年以前 台湾社会财富分配相对公平 公平到什么地步呢 我们在社会学上 有用五等分法 就加户收入的平均收入五等分法 也就是收入最高的20% 次高20% 中等20% 偏下20% 跟最低20% 算中间的比值 最高加户平均所得 跟最低的20% 平均所得比值是多少 台湾的时候大概是4.5倍 这是什么概念呢 4.5倍相当于中欧跟东欧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 现在是拉开了 日本比台湾大 美国比日本还要大 但是都相当于公平 你说的北欧又比日本 比美国小一点点 因为它有很严厉的所得税的关系 所以使得财富分配不一样了 所以第一财富分配是基本公平 第二教育公平 台湾这么多年来 除了最近这十几年来的教改 然后更动了原来的关系之外 最早台湾进行大专联考 各位都很清楚 大专联考就是 因为这东西是一个取舍的问题 你要公平就扼杀创造力 你要提升创造力就减少公平 所以你在这两者之间 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不容易 中国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 所以在传统中国社会里面 大家说大家都饿死没关系 但一定要公平 所以要公平的办法 考试说公平就是 全部取考大专联考 一次解决 一次定终身 大家说这办法不好 扼杀很多人 对 但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什么多元入学等等 也会扼杀人的 所以你看要什么 但我现在讲回就是 台湾当年走的是大专联考 它有好处就是 不分贫富贵贱 你通通给我来考 这么多年来 我知道当年在大专联考时代 唯一没有经过大专联考 就能够进到比较好的文学校的人 我听说只有一个 那我们就不说是谁了 那简单说就是 它是很公平的制度 但公平呢 我刚刚说好处是公平 缺点是扼杀了很多人的创造力 这里我们是必须承认的 但它教育公平而发达 第三 如果教育相对公平而发达 然后社会的财税制度也使得 社会财富分配相对公平的话 那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 社会阶级分歧不严重 因为阶级在很多社会都是很大的问题 尤其现在在工商社会 累积财富的办法比较多 有钱人有地人可以赚更多钱 而无钱无地人就很难赚更多钱 所以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如果说你教育相对公平的话 这些出身不好的阶级比较差人 他可以靠教育翻身 现在比较少见 早年大概十几二十年前 我在台大教室的时候 早上去赶上课 叫计程车 看到一些老先生开车 我就说 哎呀很辛苦了 还出来开车 没有了 出来赚两个零花钱了 我说这样子 那你现在生活怎么 那还不错了 我说五个小孩 三个博士两个硕士 一个开车的老先生跟我讲说 我三个博士两个硕士 然后呢 我最近才在纽约 他说我最近才从纽约去玩回来 我说你去玩 他说不 我去住了一下 我说你在纽约有房子 对 我在纽约什么街上有房子 我说你房子有多少钱 他说没有多少钱了 那时候才一百多万美金买的了 我说你什么时候买的 他说十几年前了 二十年 我说现在涨很多 没有了 涨十倍而已了 我一算了 这位开车的先生呢 他的身家是五亿台币 然后他开了计程车 五个小孩 三个博士 两个硕士 然后我一个从交速降落 坐他的车 然后要去赶上班 拿几万块钱一个月的薪水 这叫做阶级 这叫做阶级 也就是台湾的阶级流动 非常自在 非常正常 那这种社会就觉得 人人会觉得有希望 那这是阶级 那台湾现在呢 当然大家常常抱怨失业率 对 这是一个全球的现象 当然台湾现在比较严重 但整体来说 台湾失业率比起发达国家来说 算是偏低的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没有阶级的话呢 没有很明显的太子大 台湾当然今天有富二代 有官二代什么的 但相对来说 富二代 官二代 他们享受到的特权呢 没有在大陆那么多 那么也就是说呢 如果真的是走三民主义的 这么一个做法 然后达到比较理想状态的话 台湾社会会是一个 第一呢 相对开放 第二 公平 然后阶级分歧不严重 台湾还有很大的特色 大家在这边没什么感觉 我们对外国人 对外籍人没有太大歧视 对 在很多国家是有的 非常严重的 我到欧洲去 在街上都被人家歧视过 穿西装打领带 被人家歧视过 因为我的肤色 因为我的这个长相 但是呢 台湾比较没有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台湾不严重 所以简单说就是 台湾的社会呢 是一个包容度比较大的社会 我觉得这是一点 一个优点 是 是这样 我们谈谈这个政治结构的问题 示范 这个所谓民主政治啊 这个孙中山设想的三权分立 五权分立 五权分立啊 这个他的宪法 他实际上有两层 三层 一个是五权分立啊 第二一个是这个 这个县级的自治啊 孙中山是强调地方自治的 第三一个就是 人民要有一些最基本的权力 这除了选举权 还有创制 还有这个像现在台湾流行的 这种所谓公投啊 还有召回官员的权力 那实际上当时孙中山 对这些方面的想法 是蛮先进的啊 这个但是在1945年抗战结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曾经有很短一段时间 中共说他愿意跟国民党 成立联合政府 然后走民主政治路线 曾经根据双十协定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然后大家一起 进入议会政治的道路 当时实际上西欧有很多国家 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什么法国共产党 意大利共产党 也进入了民主政治的路线 议会道路 那最后就是成为了这个民主政治的一部分 但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是 实际上是斯大林 押着毛泽东去接受 所以毛泽东也写过 《论联合政府》这样的著作 但是大概不到半年 他就改主意了 说不行了 我们要彻底消灭国民党 推翻三座大山 然后要实行社会主义 由共产党一党领导一党专制 这个实际上你认为 在中国大陆这种状况底下 当时这种状况一直到现在 有没有可能实行 所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所设想的这样一种民主政治的可能性 怎么说呢 我觉得 当然我觉得就是三民主义 要比共产主义温和的多了 当然说三民主义 如果我们光谈理想的话 当然都是很好 其实我们如果光谈共产主义理想 也是很好 对不对 也是每个人都很幸福的 应该很幸福 但实际操作起来 确实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觉得比如说在台湾 国民党来台湾以后 他虽然推行三民主义 实际上有很多地方 他做的也是很独裁的地方 比如说有228 有这个怎么说 蒋介石去世 蒋经国接班 这些我想跟孙中文构想的 三民主义也是不太一样的 政治体制 但是说他能够就是说 或者说从善如流 或者是各方面 没有像共产党对社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这么大的迫害 首先我觉得我来台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说文化上没有断层 就是至少中国的很多传统的文化 比如说像台北的各个街道 什么人爱 什么就是信义 这些中国传统的这些词语 这些价值观 还留在台湾人的这个价值观里面 那么在中国的话 因为有个文化大革命 把中国所有的文化的这个全部消失 全部否定掉了 所以说去出现一个巨大的文化断层 那传统的东西都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对整个人类 就是说造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那么还有一个呢 比如说中国的 比如说人和人之间是非常不平等的 比如说户口 你是农村户口 你是城市户口 你同样城市户口 你是这个直辖市的户口 还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户口 每个人的这个生命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出一个交通事故 你压死一个城市 这个农村人的话 你要赔的金额是不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方面 而且就是你要考大学也不一样 每个人他们是不一样的 这种人的之间的歧视 我觉得在台湾是没有的嘛 台湾只要是 人人都是一个平等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不停的发动政治运动 这个从建国以来 从什么镇压反革命啊 什么反右派到文革 到后来的就是什么反精神污染 到最近习近平上台以后又开始 习近平现在其实也是在搞政治运动嘛 这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 使大家没办法安居乐业 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啊 另外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的话 你不和权力结合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 就是所有的权贵 发大财的人全和共产党 共产党的高官结合 然后共产党的几年的话 换一个高官的话 就变成一个非常残酷的权力斗争 你如果你就是抱着大腿失去的话 你的财产不会全部剥夺 被剥夺 这种就是说 整个在有钱人是没有安全感 穷人是没有希望 这种社会是共产党造就的一个社会 所以我觉得这点还是跟台湾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就不说三民主义的话 我认为就是说 怎么说呢 三民主义的话 就是按理说现在 这个国民党还应该是继承三民主义 但是好像最近的国民党党主席选举 已经没人再提了 所以说国民党已经失去了 这个它的理念应该是 我觉得如果它能把三民主义 重新拾起来的话 我想至少能挽回一些传统的支持者 刚才明老师你有提到说 这个台湾这几十年来的成就 制度上的成就和经济上的成就 在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里面 也是属于百分之十五 这样比较少数的三十个国家 有这样成就的情况 但是我自己觉得 这里面确实跟美国的外部推动 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你看无论是台湾还是南韩 还是日本 这个三个国家的战后的 民主化的过程里面 美国在中间所起到的推动和压力 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没有美国在后面推动 或者是这个压力的话 实际上要实行一个 比较现代化的民主宪政体制 对于这些东方的民族国家来说 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困难 我觉得那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中国大陆我不知道将来 美国有没有这个能力 来推动他实行民主宪政的这个体制 但是你分析成过去七十年来 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 他走了很多的错路弯路 我们现在这么看 但是你能觉得他这些错路弯路 是他故意的 还是说他是摸着石头过河的 一种探索的过程 必然会发生的 还是说他根本就是心地坏了 他就是坏人 他本质上就是一个 这个毫无人性的 很残酷的这样一个政治力量 他可能是一个毫无人性的 很残酷的政治力量 但你说疫情要把它搞坏呢 他也不是 我们不是说了吗 通往地狱道路是用善意铺成的吗 那我一个朋友讲说 今天共产党把中国搞成这样 你想象不到 他说你想故意搞成这样 还搞不成这样 这话说得很经典了 我先回应一下刚才那个石板说的 深冬山的三民主义里面 对政治设想最后是民主政治 但深冬山对政党政治是有保留的 因为美国的开国先前对政党政治是有保留的 然后美国那个联邦人文献的就当时开国 他们叫开国朱贤 他们看了英国的政治的几百年的发展 尤其欧洲几百年政治发展 他们是讨厌政党政治的 他们不认为政党政治是什么好处 但是问题是 当你工商社会走到这一步时候 政党政治变成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一个 优点好缺点好 是这么个东西 所以深冬山他想的是一个民主政治 但不必然是政党政治 深冬山想的是一个成文宪法 所以打造了一个政治 所以深冬山所打造的三民主义最终理念是民主政治 那这次他在西方住了十几二十年之后 他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 那你说中共曾经来过双十会谈 然后签了双十协定等等 那个不过是一个战争当中的合战两手的运用 所以我觉得他倒不是真心的 深冬山想的是一个全能区分的想法 他读了这位医学院同学我很佩服他 这位医学院同学读了很多我们政治系的书 然后也都抓到了重点 所以他看见了五权分立 他把西方三权扩过五权 我们对五权运作发现说是有问题 但他有核心观点重要 就是权力必须分割而制衡 这点是很重要的 对 互相制衡 所以他提倡就是人民有权 政府有能 政府有行政司法 立法考试监察五大能 人民有能 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四个权力去监督政府的五个能 所以这个想法是不错的 也就是最后主权在民 这点他抓到了 然后权能分立 这点他抓到了 地方自治我觉得他抓到并不好 因为他没有时间去铺顿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他很强烈主张 中国在县一级的地方自治 他反对省级自治 他认为中国省都太大 但是他 县也没办法自治 你觉得新北过去就是一个县了 有两百万人 你觉得怎么完全自治呢 他讲的是直接民权 不只是自治 他讲的直接民权 那他的地方自治想法是这样的 凡是宜于中央办就中央办 凡是宜于地方办就地方办 至于怎么来区分中央地方 是没有办法决定的 我常讲说 在我们家的时候是 凡是宜于太太办就太太办 宜于先生办就先生办 至于这件事情是谁来决定呢 那我就不说了 所以看你怎么解释 那刚才讲说这个 共产主义跟民主主义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二战之后呢 西欧跟北欧大体民主化了 东欧跟中国很多国家是共产化了 跟他们国家的工业化程度是相关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跟你刚刚讲的外部势力介入是有关系 当时苏联直接介入 所以你说到这个美国对台湾民主化有贡献 一点也不错 我记得很清楚 1987年呢 我刚回台湾教书 然后台湾解除建言开放党禁 然后反对党开始这个公安活动啊 然后正常活动等等 美国特别找了哈佛大学顶尖教授 一批教授来台湾主持一场会议 就怎么样推进民主政治 让蓝的绿的坐在一起 我们恨不得把护卫方把对方掐死 但是美国在中间很努力的协调说 你们应该怎么样搞民主政治 所以这样慢慢走到今天 那时候是1987年 是 8788年 所以走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说真的大陆走了三民主义 不是走共产主义的话 第一 没有共产党一党专政 第二呢 我们是五权或三权分立 我们有一个基本上可运作的民主政治 第三呢 以台湾经验来看 我们有定期的选举 选举早期是不太公平的 但是87以后呢 逐步开始公平 什么叫公平呢 第一 反对党呢 大体可以无所畏惧的反对执政 然后政党轮替的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 我们也发生过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法律体系呢 基本现代化而公平 人民的权力 公私权力的成长 基本受到保障 这是我觉得政治上的一个比较大的成就 是 当然这个过程 我们有谈过前几天 我们有讨论这个李登辉的政治遗产的时候 就讲到在1990年代 台湾宪政改革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反对党 特别是黄信介 当然当时民进党主席 他愿意跟李登辉进行一种 议会斗争式的讨论的妥协 而不是说只走街头反对路线 不是走要一个革命来推翻政府 而是通过一个议会斗争的办法 来促进台湾的民主化的改革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台湾的民主化过程 国民党 民进党 执政党 反对党 都有贡献 都是参与了整个这个发展过程 因为对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个极权会反扑 也就是执政党会再去镇压反对运动 我不管你是否成为反对党 我根本不让你成为一个成型的反对运动 那国民党在这时候 事实的后退呢 我觉得很关键 是 明老师 这个中共七十多年来 系统破坏了中国的文化传统 但是你又在考虑这个假设性的情况 如果过去七十年 中国大陆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话 今天中国在文化领域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第一个比较明显就是 不会有共产党的系统摧残中国传统文化 简单说吧 第一 儒家不会被破坏这么惨 第二就是诸子百家 基本上还在社会上听得见 是不是独尊儒术 我不晓得 因为台湾曾经一段时间是尊儒的 那尊儒到什么地步呢 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本 叫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里面收的 说是四书五经的 其实收的绝大部分是论语跟孟子 就收这两样东西 那其他什么大学中用 就是读两篇很短的就算了 所以我们读论语读的很多 读孟子读的很多 所以儒家地位比较高 但是你说其他什么法家 道家什么 社会上非常多 然后也有很多课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不受到打压的 不好意思 我插一圈 我有个奇怪的问题 我认为当时蒋介石 他实际上是一个满千层的基督教徒 他为什么没有在台湾很努力地推动基督教文化 他没有把宗教拉进政治来 这点非常特别 对 接着说不好意思 不会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 第二点就是如果这样的话 中国的社会结构没有被破坏 共产党进城之后 有意破坏中国传统社会结构 把四身阶层全部打下去 然后带自己党的小组织 或党的细胞或系统等等 但是如果照原来国民党做法 这点是不会破坏的 中国社会结构还在 那社会结构在的话 人跟人真的伦常关系 大体还保持 我们在台湾现在比较没有感觉 事实上我们这边人 看见台湾的社会是向下滑的 但是很多大陆朋友来台湾 大陆游客来台湾之后 看到台湾人比较有礼貌 而且可相信 你刚刚问路的时候 他不会骗你 他说这边就是这边 然后那边那边他不会骗你 但他说在大陆上 你就没有把握会不会这样 也就是他基本的伦常会在 那简单说就是人际关系 相对来说比较自然 然后比较轻松 大陆的人际关系是比较紧张的 所有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是文化跟价值 被破坏掉之后 所产生的结果 所以我不能说 今天一定是文化非常好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 我们把什么样叫做中国呢 我们认为中国叫做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 敬天为主 道德存厚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样看中国 那么也就是你刚刚说那句话吧 如果说真的 我们把今天的台湾放大200多倍 到大陆上去 大概避免了很多弯路跟错路 然后今天老百姓生活呢 他身心会比较愉快吧 不会有刚刚讲说 有钱人没有安全感 然后没有钱人没有希望那种感觉吧 对 我稍微插一句就是 就是讲 最近有一个新闻是 有一个大陆人在日本 然后呢 他好像确诊了这个新冠肺炎 然后他在网上说写 今天我出门 多跟几个人握我手 也不开车了 坐电车争取多传几个人 请教我抗日小能手 当然这个不知真假了 但是说他写这篇文章呢 在中国的网路上是鼓掌喝彩的 就是这是基本上没有人性嘛 这个如果你任何基础价值观的话 就是说我 您刚才明老师讲孟子 我在日本的松下正经书 我大学毕业松下正经书 我们基本上读个一年孟子 就这个我在中国受的教育的时候 论语学过一些了 片面啊 那孟子从来没有系统读过 到日本接受的教育 说反而从头读过一孟 孟子讲浩然之气嘛 你这种抗日小能手 这种下三汗的手段 这绝对是和中国传统思想 是格格不入的嘛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呢 中国问题是中国这个教育 共产党教育的话 没有是非了 就是说这种 你这种事情 做这种事情 能够大家鼓掌 大家支持你 加油 所以他才会这么写 才会这么做嘛 所以就整个人性都扭曲了 我觉得这是共产党给中国 带来的非常大的负责遗产 是 这个明老师 你实际上还想回顾一下 过去七十年来 中共统治的 所走的错路 弯路 做的这个比较残酷的事情啊 因为实际上这个问题 我希望以后我们有 我打算下个月专门谈 就是最近这个香港大学的荷兰政治学家冯克写的这个关于中共的三大的历史三部曲里面讲了很多从这个土地改革开始一直到大跃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历史啊 那就你的总结 大概很快地给我们过一下中共所犯的这些罪行 第一大概就是五大运动不会发生嘛 是 你不用打韩战嘛 对 第二就是不会有三大改造 你不会剥夺人民私有财产嘛 然后第三你不会有反右运动 你不会有系统打击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可以贡献国家 然后再来不会有三面红旗大药剂 你不会饿四千万人 然后从此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不会搞到这个人杀人人吃人 然后完了之后呢 又不会有六四天安门屠杀 因为你不需要做这个事情 不需要大规模镇压少数民族 不会打压法轮功 不会打压所有正的宗教 不会打压佛道教 然后让他们还俗什么等等 然后呢 香港澳门会欢天喜地地回归 是不是这样 台湾呢就是让你自己去做选择 别的国家会给你公投啊 你要进来进来 你不进来 那你就在外头 简单说就是 如果不走共产主义道路的话 第一中国不会死这么多人 第二呢 中国不会被共产党剥削 压迫屠杀到今天这个地步 然后中国人会心胸开朗 过得很愉快 简单说就是 这样说吧 到最后如果这么一个国家 然后收入又是美国的两倍 那个又拥抱主流价值 你觉得这个国家 这个中国在国际上会享有什么样的地位 你不用说崛起 他都崛起了 是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对 但是这个假设说中国很强大 不管怎么样 中国共产党也认为自己今天已经很强大了 但是他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 似乎还是跟世界主流很紧张 他是属于一种修正主义者 他要打破现有国际关系 来展现他的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所以石板你从中国跟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 这70年 简单的概括一下中国对外关系的 这样一种状况 我现在就是最近发现 就是民主国家 他这个基本上你选上总统 你做个八年就要下台 那所以说这些人呢 说句不好听的话呢 都没什么报复 就是说我能把自己这摊事做好就可以了 选前我答应大家达到什么目的 我能够交一个漂港城一单就可以了 所以民主国家基本上是不给别国添麻烦的 所以说民主国家的国际形象都比较好 最近台湾的国际形象非常好 东京奥运会 大家都给这个台湾全手加油 台湾我估计蔡英文 你让他统一中国反共大国 他才不这么想 这个太麻烦了 就是说所以说呢 但是中共产党独裁者不一样 独裁者的话 它是一个是任期的问题 另外一个还有历史定位的问题 他自己还不能被自己的后部人否定 就要想很多 所以从毛泽东开始呢 就先是输出革命嘛 到处给人送武器啊 输出革命 给人一直弄得很大 现在习近平呢 也是就是说 比如说对外渗透 这个什么网络攻击 中国在这个国际社会上 他的形象略迹斑斑 而且他确实是不停地骚扰别人嘛 就干便宜 或者比如说前不久 这个缅甸发出的事情 包括现在阿富汗的塔利班的事情 背后都有中共的影子嘛 他其实就是说 而且他往往的就是说 你们打起来打热闹以后 我可以趁机占点便宜 扩大点实力啊 他们想的是这些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共产党国 共产主义国 特别是这样 他就是像一个传染病一样 总想把别人感染成共产主义 扩大一样 所以这个呢 是和民主国家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说中国不是共产党领导 中国的国际形象 要比现在好的都好的都 就是在中国 你看日本过去 跟中国没有建交那几十年来 日本对中国评于想象 认为中国都是非常好的 中国1972年 天中九人访日的时候 回去以后 中日国家正常化 邦交正常化之后 日本的愚文调查 大家都非常喜欢中国 因为喜欢中国文化嘛 但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交往 特别是认识到共产党的本质以来 现在就完全 这个对中国喜欢中国的人 越来越少 现在都是百分之十几个 所以说我认为 这个还是共产党 把整个中国的形象都给脱位了 明老师 假设性的情况 如果过去七十年 中国大陆实行的是三民主义 政治也比较温和民主化了 然后民生主义也实行了 我自己看孙中山民生主义 它是相当吸收了 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 然后呢 但是它也鼓励外国投资 也不反对私有经济 它实际上是一种相当结合的 有点像西方的英国的工党 或者是西欧的社会民主党的 这样一种政策取向 那当然民族主义 它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 它从这个驱除打入 恢复中汉族领导 进展到一个所谓包容五族的 这种中华民族的概念 你觉得在这种状况底下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 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先回应你刚刚讲说 那个民族的 深中汉族的民族主义的想法 它民族主义里面有一部分 我是同意一部分 我不同意的 同意的部分就是 它对内包容性很大 就像你说的 它的反满是反满清 但不反满人 它把满清王朝 把满清政权打掉之后 它对满人是一视同仁的 所以满人后来生活 相对来说还是不错 它没有说因为 因为你是满人 或你曾经统治过我们 而受到什么样的打压 它没有这个情况 虽然讲说国内各民族 一律平等 这是我同意的部分 我不同意的部分 是它对外的部分 它对外联合世界上 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共同奋斗 这句话作为一个口号来说 是没有问题的 但作为政策是不太可能 因为在当时情况下 现在情况也好 不会有太多 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每个国家都是把 自己国家民族利益 摆在第一位 我会平等对待你 第一 我是外交上的礼貌 第二 我希望你这样对待我 第三 因为现在我们 没有那么严重的 这个利益冲突 所以我会平等对待你 所以我常常讲 我说国家和国家之间 严格说是没有平等的 只有说需不需要 跟有没有好处 但是孙中山 如果讲那么赤裸裸的话 那孙中山大概 也就不是孙中山了 所以就是 我想大概是 大概是一个档次的问题吧 应该这么说 所以这是民族主义的部分 回到你刚刚的话题 就是说 这么一个中国 在国际上 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样貌 或什么样的地位 这么说吧 如果它的经济实力 是照我们刚刚说 是美国的两倍左右 然后呢 这个社会呢 相对比较公平 又比较繁荣 又比较开放 政治呢比较清明 然后又反对党 可以政党轮替什么等等 然后老百姓呢 在社会上比较生活 比较愉快 又没有阶级斗争 然后这个明天又有希望 就是我只要经过 合理的奋斗 我的生活会改善 即便我没有得到 立即改善 但我可以想象 我子女将来会得到改善 翻译成简单的台湾话 叫做明天会更好 这么一个社会 大概就是至少 人在里面活着会比较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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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ists for men 点生日快乐